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听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飞哥 是李鹏飞先生 前人大委员也前很多样的了 人大代表不是委员 人大代表是没有正协做委员 人大代表 多谢飞哥更正 飞哥刚才又说了 我们香港最深层次矛盾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政制改革 果足不前 跟我们成班所谓反对派 又不准回大陆 全部都是炒完一块的了 现在又说我们去上海 就一问一下飞哥 是不是要去上海 如果不是60个都很难去的了 飞哥 不过你说回曾荫权 07年自己说 10月10日 在立法会说要处理政制问题 不止是他说宪政给他的责任 他责无旁态 在施政报告中间有的 他说了 其实在立法会开会 已经质询过他很多次了 现在他就说 只是做得2012 飞哥你都说明白 可能就是因为北京 就拎着他 就不准他 北京都不批准 就是中央政府说 不关你事 2017 2012不关你事 只是处理2012 那我问你们民主党 你收不收货 当然不收了 我们都说了 你是不是代表民主党 你是副主席主席是怎么说的 会不会转塔 民主党现在的立场 我和何杉仁主席和很多其他人都觉得我们是希望2012双普选的 如果真的不行呢 因为北京已经说了不行了 百分之一百零一不行 我还给你们两个 飞哥 不用北京 不是连我还给你们 世事就没有那么绝对的 有的 这件事有的 算了 总之 我们希望 市民也是很希望 但如果那个真的不行呢 那你中央自己说2017 2020是你中央亲口说的 那我们就说你可以保证 一定要提出 保证1720那个选举是真的 就好像飞哥你刚才说 那怎么才是真的 行政上官选举 怎么组成提名委员会和提名门栏 是要比较低 两样东西而已 对 低不低一件事 总之你告诉香港人想怎么办 不是低不低一件事 如果很高的就选不不定 我知道 但是这个另外一个他要说才行 不是他要说 不只是说什么 飞哥 是说清楚是低的 是很多人可以参选 另外如果2020是立法会普选 就一定要废除功能组别 这个是我们现在说出来的 我们的看法 但是今年年中 譬如说去到五月或者六月 政府会真的提出那个政改方案 要我们投票 有个决议案 那么在那个投票之前 民主党是会召开一个特别的党大会 那么当时政府有些什么 已经摆出来的了 那么大家看到了 我只是问民主党的高层主席 副主席 常委那些会不会转态 那当然不会了 飞哥 有东西哄你的 有什么东西哄你 你说 你们最大的要求 就是要永远取消 功能组别 不是 功能组别 先 区议会的委任 那个当然也是 不是 就是说 我刚才跟你说了 废除功能组别 说这个低门栏 你就走回去水消区议会 就是那个取消委任 我们是欢迎的 但是你没可能说 2012啊 好了 我们废除了区议会委任 不是 和扩大功能团体的选民基础 那你信不信不信 当然不信 如果你只是说2012 其他那些真正普选的 怎样选都没有 我对你可能有信 对民主党选择这件事 只有八成信心 八成都不是太差 有两成的变数 但是2012没有了 我只有一百零一个百分之 告诉你们是没有的 总认知我不管你了 看着听着那些民主党的党员 飞哥就是这么看了 你自己日后做场戏给飞哥看了 我问你 你是自由党 你是民主党的副主席 我今天呢 我自己了解我党友呢 我是有信心 我们会支持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话 但是 你被人家在党大会投票 就真的是他投票的嘛 所以就 我也都会尊重他的投票 如果投票 接受你责不辞职啊 何俊仁就说 何俊仁还要跟我讲了 他说人家问你假设识 你不要回答嘛 政府都不回答了 如果 总之飞哥 阿仁哥都叫我说的了 他说我们现在是很有信心 党友是大家一致的 那就不要回答不回答假设识 问题 飞哥 是不是 你接不住手啊 我说八成 你八成也很高 给面你刘慧卿的了 你不是给面我 你给面民主党而已 飞哥 就是民主党是很尊重 飞哥你的意见 所以你说我八成也好 四成也好 你们猛叫2012了 我是不赞成的 哦 因为不赞成 那你赞成我们怎样呢 定了我 你现在要 我们叫2017 2020 你赞不赞成 其实是这样 如果2017 方案在这里 方案在这里 你们同意 2020 取消功能体在这里 老实说 2012的立法会选举和特首普选 到2016的立法会普选 不是这么重要的题目来的了 对啊 我同意你讲 你怎样过度 没所谓 你知道 在最终 他答应了 你复了 二很多 不是二很多 已经答应了 2012怎么处理 有什么问题 不要说增加五值 增加 就是不要用 你做什么都行 就算原地答步都没 不是 原地答步 如果他走回头 就解释不解 就是我同意你讲 但你刚才说 就其实 最终那里 他可能是不会保证给你 但是呢 就在2012 就搞一些小动作 那你 我相信你都会告诉 我们民主党的人听 如果他搞一些 小动作 你说废除 区议会委任制 或者有什么 扩阔 小小 这个功能团体 那些选民基础 你都叫我们不收货 对不对 不是 我不是叫你不收货 我问你们 底线是多少 问过了 你们最高层 我们底线是什么 1720 我们是希望1720 我没有得到这么清晰 为什么我80% 我现在告诉你 你又不信 你而已 那你问 喂 那我今天是代表自己的 对啊 对啊 那你不想 但你和其他谈完 你都有80%了 对不对 80%的意思 其实应该 801%的 因为你们 你们擠下纪录 我提声 我说喂 你主席在 纪录在案 对啊 没有方案 没有取消功能团体 不收货 不是我说的 是你们说的 我和何俊仁都是这么说 但是这么大的团体 是不是可能有一两个人 会跟你 飞哥说 飞哥 可能如果一二好些 我或者收 我都不会觉得很出奇 你这么大的党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说 6月要有个党大会去投票 你们开啦 我们看啦 我们去年12月13日都开啦 你都记得 你们开我们看 真的啊 我们当然要开啦 希望大家都看啦 那阿飞哥 你对民主党是这样啊 不是对民主党 就是对整个民主过程 你想想我刚才说给你 25年啊 当然啦 大家竟然那场啦 你有机会 你跟内地的人说 你都看一看啦 喂 那你对那个 什么终极普选联盟 你是不是又有一些 有些 批评啊 不是批评 组成这个终极普选大联盟 跟公民党和社民联 组织这个五区总辞呢 那个关系就是市民啦 我知道很清楚你们两个路线 就是有时呢 你们说到两把腿行路 两条 两个不同策略 我看啦 整个泛民派的团结 出现问题 才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好像 团结一致的话 连大家推动民主的政党 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问题 挺严重的 就是我的看法 挺严重的 但有什么办法呢 非哥 那个组织都有它的自由 不是 是有自由 但是 你们大家都知道了 你只有23票在里面 对不对 否决不了 我们都明白了 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人家要做某些东西 某些人愿意做 某些人不愿意做 如果你一起去做些东西 就很团结了 有些东西出了来 有些做 有些不做 就被人觉得 是不那么团结 但是没办法的 市民的 不是 市民是这么想 市民的感觉 就是公体法 当然 你拿些东西出来 有些做 有些不做 那你确实是不团结了 讲起功能还好笑 现在 怎样 因为他们的口号 在一开始 五区总辞 变相功 大家都知道 对香港没有公投法 那就变相了 所以说 现在我们法公委的副主任 是公投 真正公投 你说北京是不是有些问题 不是问题 他们其实很开心 原来变相 都不是真正公投 是啊 那你说北京是不是 他的脑子有些问题 全香港都不当他是 不是 是政治问题 因为香港没有公投法 根本不是 所以他们用变相 你现在当真的公投来打 还打得很重要 还说明了 不准参选 一开始 哇 就是说 民建乱自由 都很脚弱的 我们一定接受这个挑战 突然之间 不要了 不能变三春 哈哈 这是香港 政治可悲的地方 是啊 行了 美国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谈 是不是可悲 还是可喜 是啊 我 可悦